全國政協副主席前特首梁振英接受本台專訪 港道人大討論修改香港選舉制度 很大程度與區選有關 她說有人主打政治議題 當選成為區議員 目的是搶佔特首選委會議席 這個做法不符合基本法要求 劉浩亭報導 梁振英在北京以視像接受我們訪問 對於消息說將會取消區議會在特首選委會的席位 她認為區議員不應該參與全港性的政治事務 提供意見、接受特區政府的諮詢 大家可以看到 2019年那場的區議會選舉真的出現了這樣的情況 因此海嘯式地去拿了大概90%的議席 基本法列明特首和立法會選舉 要根據香港的實際情況和循序漸進的原則去制定 但消息說立法會超級區議會會取消 選委會議席就翻生 明明區議員可能是一人一票 大家市民選出來的 但如何說服現在的改革反而是真正的民主 或者是真正在埋向著循序漸進的民主呢 過去一兩年大家可以看到 香港真的發生很多悟人聽聞的政治事件 任何社會他們的選舉制度 都要因應那個實際情況 他是不斷演進、不斷去完善 梁振英又說制度大改之後 民主派仍然可以參政進入議會 不會一觸高打一船人 我用梁繼昌先生做一個例子 他都在他的社交媒體那裡有幾篇貼文 他就不同意財政司司長 在財政預算案裡面提出的舉措 這個我覺得恰如其分 但是梁繼昌先生在19年就跑去美國 要求美國政府制裁中國 這個就是一個絕對不害國 這種梁繼昌我們要排除出去 就財政預算案提供意見等等 那種梁繼昌我覺得他仍然是民主牌 他仍然可以在立法會用工作 基本法承諾最終會達至雙普選 這個目標還會不會實現呢 梁振英說如果堅持要用不符合基本法的方式 例如公民提名 就有可能產生一個中央不能夠任命的當選人 這種普選是絕對渺望 有線電視記者劉亭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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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記者劉亭不道